身邊中很重要的人 就是罹患了很嚴重的癌症 當我可以吃的食物的數量 越變越少的時候 我連青菜都不能吃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才是真正的 盪到谷底 謝謝大家 星期天中午12點開發囉 耶 記得來買票 剛有提到給歌名福利嘛 對不對 那福利的部分是指 服裝上會比較 物料少一點 物料少一點 畢竟身材也是維持的嗎 好 要嗎 可以啊 你看的會開心嗎 好開心 動裝 動裝看起來會不會太誘惑了 對 剛剛講說你這幾年 好像真的蠻嚴重的 因為你是之前腸道症的狀況 你都加持過嗎 對啊 就是這三四年 就有 真的有一些遇到一些挑戰 身邊中很重要的人 就是罹患了很嚴重的癌症 所以就是也有一段 陪伴著抗癌的這個時間 再來就是很快的 有疫情 當時的情形是非常危急 就是 一臟癌三期 所以是那個時候是有聽過 有醫生說 不治療的話就是剩兩個月 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 然後加上這一件事情 變得非常的沉重 當時我後來自己也生了很嚴重的這個 病 所以像那個腸道症其實就是這些壓力引起的 IDOL這個演唱會 它的主題其實是 愛滿溢出黑洞的一個過程 那樣子 可以算是這三十年間黑洞的狀態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好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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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很容易在自己有 有影響力有能力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我什麼都可以靠我的 能力靠我的資源去解決 去達到我要的目的跟成就 其實那個時候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人 罹患這個一臟癌三期的時候 其實可以深深的感覺到 你的能力跟資源沒有辦法成就所有的事情 因為後來當奇蹟發生的時候 就是真的成功割掉這個腫瘤的時候 這真的是一個奇蹟 後來當我自己也嚴重生病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才是真正的 棒到谷底 當我可以吃的食物的數量 越變越少的時候 我連青菜都不能吃 那個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武力 而且當時我身邊有 非常非常優秀的醫生喔 而且他的專長就是抗壓 因為我們努力很多方式 都沒有辦法緩直我的那個壓力 有一天他又這樣坐在我的前面 他就說 有家幫我們試試感恩 寫感恩日記 雖然我這些難關沒有過 但是我今天還可以洗個熱水澡 很微小的事情 就是看 去重新看一下我擁有的事情 至少我心裡還在跳耶 包括你上出健康的大便 都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 這個病後來真的也 也同樣的有一個奇蹟來到我自己的生命當中 我很快的好起來 然後連醫生也覺得好起來的速度太快了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當你的生命當中 遇到一些你沒有辦法擺脫的壓力 很沉重的事情 或許 感謝這個行 感謝這件事情 是可以 為你帶來一些奇蹟的一個開端 現在是完全好了 我也很感謝我的老婆 孩子不知道 不太知道我生病 但是我是有打算讓我 讓我的孩子 等到他年到青少年的時候 我也一樣會讓他去做一些 重量訓練 重量訓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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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